每个国家都有它代表性的露营品牌 比如说日本有精致的雪峰 美国有豪迈的科勒曼 瑞典也有代表冒险精神的Hilleberg 那有没有可以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露营装备呢 没想到还真的有 就是这一套 挪克与敦煌博物馆的联名 我玩露营这么久都没有玩过这种国潮风的露营装备 所以我现在是非常激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搭建起来 看一下到底如何 这个呢就是它的完全体 每一样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挪克的装备 12平方米的朗金字塔帐篷 克米特折点椅 挪克的手推车 棉布菱形天幕 还有睡袋等等 但是它又结合了敦煌的三兔供耳 纹样 飞天等等的元素 所以有着浓浓的我国西域的风情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去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敦煌的石库里面啊 如果你抬头看的话 你会看到三兔供耳的图样 而在我们帐篷里你抬头看 同样可以看到这个图案 它代表着生生不息周而不始 以及分享合作的概念 它们同样都是在顶部 这一点真的很妙 还有就是这一把非常有设计感的椅子 我觉得真的是最佳 它上面堆叠了各种各样的 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 却意外的很高级 很有设计感 有点像一些奢侈品的 名贵的那种包包上面的图案一样 其实露营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比较晚啊 也是外国的一个舶来品 很少能见到像这样 结合了中国文化在里面的户外装备 看到这么多敦煌的图案啊 广泛应用在我们户外的装备上面 像盘子上 杯子上还有桌子上面 我感觉是非常自豪的 敦煌的文化始于前情 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 里面的文物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是挪克能用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文化延续下来 我只能说 干得漂亮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 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好的录影装备出现 套用周杰伦的话说 哎呦 中国风才是最屌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